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的四川 现在我们正在前往这四姑娘山的路途当中 我们再停下来吃个午餐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四姑娘山双桥沟游览中心的大门口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四姑娘山双桥沟 好壮观的一个门口 从刚刚的入门处我们坐这种青色游览车坐了大概70公里 我们来到了这个叫红兵林的地方 这里海拔是3840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这里是海螺沟 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景区叫布达拉风 布达拉风这个景区 它的名字由来就是在我右手边的方向给大家看一下 这座山 它的形状就好像布达拉宫 所以这个景区的名字就被取为布达拉风 这座山也是叫布达拉风 好美的一个景区 可以看到 inclusive 我们留在这座山外面好看 这座山外面好看 对阿尔 这座山外面好看 这座山外面好看 meo 标准 这座山外面好看 好看 没有 我 不得了 有 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身后的这些就是牦牛 这里的牦牛是很贵的 听刚刚的岛屿讲 每一头牦牛这里可以骂到一万块钱 这里牦牛很多 现在我们这个景点叫做鹰嘴癌 为什么叫鹰嘴癌呢 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到太远 石壁那里有一块石凸出来 好像流眼的嘴一样 所以他们就把景点叫鹰嘴癌 有点远啊 看不清楚 但这里每一个地方的风景都是很漂亮的 我们今天双桥购的旅程完成了 现在是中午的十点半 我们要去酒店吃晚餐然后休息 今天我们来到了塔供草原 这里是塔供草原 我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塔供草原里面到底是什么 来 我们走 现在我们是进入了塔供草原的景区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我左手边的雪山 最高的那座就是亚纳水山 就是刚刚我们坐大坝经过的亚纳水山 哦 好漂亮的风景 我们现在处于的位置是海拔3800米哦 所以你看我们的队友们每走一步都是慢吞吞的 好像慢镜头一样哦 你看 因为每个人都担心高返哦 大家都走得好像很休闲的样子 其实他们是怕高返不敢走得太快哦 因为真的海拔太高了哦 3800米海拔 那边的风景 给大家看一下哦 这里就是塔供草原的观景台哦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哦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站的啊 他走啊一靠 现在我们在前往道泉雅平景区的巴士上哦 浏览巴士上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我们在陆口秀的时候 下雨啊不能给大家拍个视频看看哦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帅帅领队 来 开个地图领队 来 下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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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了50分钟的游览车 我们坐了50分钟的游览车 终于到了这个高尘雅町景区的大门口 大礼 下雨啊 山津 好美哦 哇 这样巧遇到你啊 从哪里来到你 好美哦 好漂亮哦 这里 超不幸的 你看这个太浮夸了吧 哇 幸福艇 猛冲 好漂亮哦 好像这边的村庄 这一个火股 蜜豆 撒点东西下去 那雨上 现在我们往珍珠海的路线走啊 就刚刚那个分叉线 那个外长线那边 走到去珍珠海 只有1.5公里的路程哦 一路上都是这样的梯子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这是随便拍随便美啊 这边的风景哦 太美了 因为这边是盖海拔地区哦 有很多游客来到这边都 需要吸氧气哦 就这样 你看美女们都在吸氧气 因为这里是高山地区 美女们来吃个嗨来 哈喽 谢谢 谢谢 在景序里面哦 都没有餐馆的哦 我们来这边徒布哦 都需要自己带一遍午餐的哦 你看这边就有一些游客 他们带来自热饭 看见没 他们正在做自热饭 大家都吃午餐啦 吃午餐哦 给大家看一下 我左手边的方向 就是今天早上下过的水嘛 就白萌萌一片的哦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速度走回去 一点钟回家了 哈哈哈哈 啊 现在我们正往着珍珠海的方向 走啊 还有200米 如果这边天气好的话 在我正前方可以看到雪山哦 但是很可惜今天雾很大 什么都看不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珍珠海哦 就是到现在短短路线的一个景点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珍珠海哦 这边就是珍珠海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好漂亮的风景哦 我们从景区出来了 就这里就是景区的大门口啊 我们现在在等着其他的队友 这里就是闸关峰闸关峰啊 景区的大门口 客人们大家好 大家看一下 景区就只有这边有东西卖了 这里有卖咖啡 有卖点吃的 里面都没有卖了 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呢 要准备点吃的才好进去 不然的话 你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卖 好玩吗 美吗 美吗 大家 很美啊 美吗 很美很美 来来来来 我们去坐电车来 现在我们是第二天来到了这个 道秦亚丁景区的大门口啊 道秦亚丁是在中国这边 如恶级的景区哦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人群 哦 很多人今天 现在我们要进去坐那个电瓶车去景区哦 哈哈哈哈 开心 给大家看一下哦 现在我们在排这队等那个游泳车进去景区哦 长年车 长年车 这边看一下这边的忍容啊 一样浓给一圈啊 长超很多 这边的游泳车进去 没有游泳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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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昨天进来的时候呢 是下雨 看不到风景 今天天气很好啊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风景 好美的风景啊 今天天气太好了 看我正前放了雪山 好美的风景啊 到处都是美景 现在我们正在买着这个上去 五四海电瓶车的车票哦 我买三角 啊 你自己的 我买 我买 我买一本 我买一本 在乘搭这个游泳车进入去 炸融流产的景区 这个游泳车的车费 往返是70块钱人民币个人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游泳车内部的结构哦 乘坐游泳车这个路段呢 你可以选择乘坐游泳车 或者是步行啊 但是步行的话 我们需要走一个五公里哦 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了 乘坐游泳车 因为时间雨点 雨点不够哦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停车点这边 我们要往五四海去嘛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太漂亮了 刚刚我们从 呃 乘坐游泳车来到这边 大概坐了15-20分钟的车吧 来到了这边 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哦 我们往五四海去的路线呢 都是这样的步步啊 暂时是这样的步步 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方的风景 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风景啊 现在我们再往这五四海的方向去 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风景 大片的草原 被雪山 围抱着 哦 多么漂亮的一片景色 给大家看 真的是太漂亮了 哦 好漂亮 我前方的风景 大家看到吗 在我们往五四海的方向走着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服务区哦 哦 智能服务点哦 里面都是一些 贩卖机 哦 再卖一点 饮品之类的 很方便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金刚挑战线哦 离开五四海大概还有一公里吧 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雪山 我们就遇到了这个五四海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五四海哦 哇 五四海海 海拔四千起啊 混浪哎 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五四海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来了这个 啊 景区的下车点 这边就是景区的下车点 哎呀 吃玥米啦 吃玥米啦 找玥米啊 找这个 谁呢 吃玥米啦 转弱香甜的玥米 吃玥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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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道歉 也听这个旅程的一共 分开两天来进行哦 啊 我们昨天来的时候 因为刚好遇上了下雪 我们就先走了一个短线 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 而且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们也顺利到达了五四海跟牛奶海 总结来说这个旅程也算顺利吧 现在我要回去 游客中心跟我的队友们集合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么快 回来了 他们啦 他们啦 他们在旁边的吗 就是什么 对 有点 对 这 我们 有点 有点 在 还有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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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